你 三姑啊 有劳了 有劳了啊 瞧您客气的 又不是外人 都老夫老妻了 你看看 呛着了吧 这烟了 少点抽 你要是死了丢下我一个人 多可怜啊 我说三姑 我正要跟您商量件事啊 您跟我商量事啊 对 您是一家之主 您说东啊 我不敢往西 您说这打雷 我得下雨 那我就 有话我就直说了啊 记得您 刚搬到我这儿来的时候 我跟您说过 您住那间房子呀 是莫愁的 莫愁他现在回来了呀 莫愁回来 我知道啊 那那那我说这话什么意思 您就明白了 对吧 明白 我三姑什么人啊 纸东猛 一条就名 那就好 那就好 那您看您什么时候 搬出去把房子腾给莫愁啊 先生忘了 莫愁是皇上的相好啊 这 这你也知道啊 你 小月的嘴啊 比我还快呢 我说老头子 三姑 您记着了 您得叫我季先生 哎 季先生 没愁是我干女儿吧 对 干 干的 那皇上要娶了莫愁 那皇上就是我女婿了 嘿嘿 你倒挺会想的 天哪 我就要成皇上丈母娘了 那得有多少房子要住啊 到时候 你不让我搬 我也得搬 三姑 你回来回来回来 叫我什么事啊 我 我呀 我在虎房桥那一带 租了一套四合院 挺大的 你跟君豪过去看看 要是合适呢 就早点搬过去 你 你讨厌我了 不不不不 不是不是讨厌 你 你 你还可以常回来看看呢 天哪 我不活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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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不活了 我不活了 三姑 三姑 到底出了什么事啊 先生 他 先生 你到底对三姑怎么了 我什么也没做 三姑啊 究竟出了什么事啊 先生 先生他赶我们走 先生 你为什么要赶三姑走呢 我是让他腾房间给你啊 没事 先生 我跟小月急急就行了嘛 还是我干女儿好 你那干爹 一点良心都没有 先生 你就让三姑留下来嘛 草谈热闹一些啊 反正我跟小月常常不在 先生你好有个伴嘛 对有个伴儿 少年夫妻老来伴嘛 你 哼 我听这话怎么这么别扭呢 女儿 commissioner 小月她回来了 她还好吗 她 她眼睛哭得轰轰的 我看ЕН 她是哭过 咱们这事怎么都不顺 连皇上的事不顺 晓月呢 驾在这封身易德 和这祖君豪之间也不顺 咱俩的事也不顺